大脚新讯息 你们将继续接受这一波能量 我们正在留意当你们期待一个大事件的发生 并将实时体验它时 你们会在怎样的程度上 更加敞开迎接自己即将面临的能量 我们一直在与仙女星系人 卯秀仙人以及其他许多存有合作 以便在这日为你们送去一份美味的能量鸡尾酒 我们想让你们知道 伴随着你们的每一个清醒时刻 和你们在地球上的每一次呼吸 你们正被弹射到更高频率的能量 更高水平的意识中 我们邀请你们认识到 你们正在做这件事 因为你们已经决定 要以这种非常审慎的方式来探索意识 换句话说 你们想要在阳生中保持清醒 你们想要带领其他人经历这样一段历程 即唤醒自己的意识 并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 这意味着 你们以前做过这一切 当然 地球上曾经有过很多人们庆祝至日 分时 满月或日时或月时的时候 在过去 人们远比如今明智得多 这是因为现在的人们已经放弃了与自然的连结 转而以其他方式探索意识 宗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已经在地球上广泛传播 然而 大多数信仰并没有真正的鼓励人们 去损失自己内心发生的事情 也没有鼓励人们去探索自然 此外 对天体事件的力量也没有多做强调 因此 人类已经疏于利用像智日这样的时刻 所呈现出来的所有可能性和所有能量 现在 为了让自己为能量的涌入做好准备 你们确实想要确保你们正在照顾好自己 通过补水 与自己的身体更契合 以及根植于地球母亲 你们确实想要尽自己所能 来保持身体的清洁和纯净 这包括你们的念头和情绪 去做你们需要做的事情 以便清除任何不再为你们服务的东西 让你们自己成为你们可以成为 且一直都是个智日能量的美好渠道 让智日能量将你们推送进入2024年 彼时你们将越来越接近外星人的接触体验和转变的完成 就我们正在发送的能量而言 你们可以期待你们所有七个主要脉轮的升级 与此同时 重点是帮助你们开启顶轮 这样你们就可以接受所有的接触 所有的下载 所有的激活 以及在2024年级以后的时间里 来到你们面前的一切 我们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服务的机会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正在敞开接收 我们是大脚心理事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我们下轮的路 到你们交流 这集能 我们下轮了 您的小时间 我还有一小时 那么快一点 你们下轮了